公車上一名紅衣男子好生氣 走到駕駛座旁 不停咆哮還口出惡言 無理的要求駕駛幫他開門 讓他下車 只是放大畫面看 一旁根本沒站牌 而且還是在快速道路上 根本不是允許的下車地點 駕駛很無奈 好好安撫沒有用 下一秒男子竟然爆氣 猛踹駕駛座的座椅 後方目警乘客全看傻眼 事發在二十九號早上七點多 男子本來要在新莊頭前國中站下車 因為他一上車就睡過頭了 導致他後來醒來的時候 公車已經開上快速道路要往林口 他惱羞成怒把氣出在駕駛身上 造成零性駕駛右手有輕微的擦錯傷 只是當下車上還有八名乘客 男子無理取鬧的行為 全被拍了下來PO上網 公車業者也表示 目前先讓司機休息一天 也會協助報案 這次回到公車的教育使手 我可以在某廠 我可以在某廠 一尊 有了